郭文律師 各位同學 各位教授 大家好 我是鄭陽佛 然後目前就讀台大法律所上法律 然後直到實際也是楊佩銘教授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國無尋就代理機構的建立方向 當然是以這個美國跟英國法律比較對象這樣 先給各位看一個新聞 2015年的時候日月觀光病細平的時候 那細平這時候就找紅海去做一個測試聯盟 就是白馬騎士嘛 然後他們要做這個換股 是需要經過股東會統一 但是大家都知道說最後沒有成功 那沒有成功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為外資 那外資都聽誰的話 我這邊可以看一下這個新聞 他說這個Galaxy Lewis跟ISSS 兩大這個國際營救機構 就是我們的股權營救代理機構 那針對細平這個股東會領持會 兩個議案都出去報告說 希望這個細平的股東可以投票 對就是他跟紅海策略聯盟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的話會影響到這個 外資的一個投票意向 因為外資不可能去研究台灣 每一間上市會的公司 所以他們投票都會 請這個股權人就代理機構 然後做一些建議 然後他們就直接投票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影響到這個 經營權爭奪的一個問題 那什麼是股權人就代理機構的定義 還有這個興起的原因 那我一般來講就是說 會提供給這個機構投資人 特別是分散投資者 那譬如說像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我要投資幾百家公司 那尤其在歐洲跟美國 他們不可能去看說 那這個這間公司我應該要什麼投票 另外一間公司我要什麼投票 那可是他們又對於他們的基金投資人 有這個final duty 這個投信投護法的規定 所以他們要怎麼樣滿足 他們就只好找這個股權人就代理機構 那希望他們提供一些專業的建議 那提供之後呢 我就可以進我的final duty 然後我就可以正確的投票 因為我是參照專業人士 給我的一個建議 然後去做一個投票 那一方面來講就是說 古代機構它是一個地站方的角色 它是這間公司跟機構投資人 地站方它提供這個 你要投票建議公司 它的yes or no這樣子 那它是站在一個比較重力的角色 去給這個機構投資人建議 那地站部分說 它有時候會協助這個客戶做個投票 那也會代表什麼 客戶性是一個投票權這樣 好 那這個是比較法的監管 那我的部分是以英國跟美國法為主 那英國法可以發現說 它其實就是以一個法人 就是武學人就代理機構 這個機構去做這個監管 那基於專業性 商業性都在投資人 對於公司決定投票 那提供相關的意見的法律 那美國法可以發現說 它這個部分它說 納入徵求 就是委託書徵求的那個徵求 那那個納入徵求把它擴大說 那古代機構提供投票建議算是在裡面 好 那第二個部分是資訊介入的部分 那資訊介入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你今天說反對或是贊成 那請問一下你的意據是什麼 都跟我們講 那我怎麼會知道說 你什麼樣的依據說 反對我這個股東會這個意外 所以他們又會要求說 你的資訊必須要結合 譬如說你的行為選擇 相關方法等等 那第一衝突的部分就是說 古代機構會兼做一些財務顧問 那如果他在A公司做財務顧問 那他今天又對A公司的某個意外 表示反對或贊成 那這個部分就會有這個 厲害衝突的一個問題 利益衝突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 像英國跟美國都會要求你 如果有利益衝突的話 都要做一個結合 譬如說像是辯士 現年或是潛在的利益衝突 那這個股東如果之前有衝突的話 你必須要跟客戶講 那你跟客戶講之後呢 客戶就會覺得 喔 那我這樣子的話 我應該要做一個不一樣的想法嗎 或是說什麼樣 那這個部分就是他們客戶自己做的決定 好 那最後一個是這個 公司針對這個建議的回憶 那如果你跟 如果給公司做這個 不要支持對有不同為的建議的話 那公司可能說 會說你誤會了 這個部分其實有些東西你不知道 因為古代的話是以這個外部的部分去看 那英國法這個部分是沒有要求你 這個公司可以先做這個回憶 那美國法的話就是說 你在提供給機構頭證之前 你必須要怎樣 先跟那個公司講說 我要提供給機構頭證這些建議喔 然後你要怎麼樣 就是給公司有一個反駁的機會 就是這樣平衡報導的概念 我這樣不會有一些偏在的問題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我 我對五代機構監管的形式 那這部分就是我個人的建議 那第一個部分是 我們應該採這個英國的機構監管 還是美國的行為監管 那我個人認為說應該採機構監管 因為我們的徵求 但是我看證交法25-11或公司法177條 其實你不會想說 喔 這個東西是徵求 就是五代提供投票證 你不會覺得它是徵求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應該從機構監管方式下手 那下手的話就是從條文上來看 應該是證交法18條 證交法18條是證據服務業的一個模仿 那性貧機構 信用平衡機構也是從這個 這個法律下去做一些管理規則 所以我認為說可以從這邊去下手 可是這邊有個問題就是說 它是核准資 那它是一個有最低資本資的要求 那因為這個東西才剛剛介紹台灣 那我認為說就地法上來講 或許可以先採取一個比較低的監管 比如說註冊啊 或者說登機制等等 那等到他們成熟的時候 我們再用這個主管機關的核准 或其他的資本支度的要求等等 作為一個監管的手段 好 那至於這個古代機構的定義 我會採取英國法上的機構監管 就是以一個機構為一個單位 去做一個監管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譬如說針對投資人的 對於公司的投票決定啊 提供相關資料等等的一個法案 那資訊介紹的部分 我會希望說就這個行為準則啊 相關辦法程序等等 就需要在公布這樣 好 那再來是利益衝刺的部分 就是直接或簡潔 沒有潛在的利害關係的話 我不會禁止你做這個建議 但是你要揭露 你要揭露大家都看得到嘛 好 那機構投資人在做一個決定 然後那最後是這個 針對公司的建議和回憶 那我會希望說就是 被建議的那個公司 他也需要做一個feedback 不然的話他可能會 機構投資人可能會只聽那個 不代理的意見 他對於這個 被建議的那個公司來講 也是不公平 所以我可以事先 在他跟他講之前 先給他一個回覆啊 或是說兩說定成的一個機會 然後讓這個機構投資人 可以自己做一個決定 這樣子 好 那我的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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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